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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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将去皮后的马铃薯再用清水冲洗一下 就可以来切块了 先将马铃薯横着 从中间切一半 然后取任意一半 竖起来 与长一些的边平形 从中间对半切开 再将马铃薯转90度 根据马铃薯的大小切成四份或者五份 另一半的马铃薯也重复同样的步骤切好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碗 将切好的马铃薯脚全部倒进大碗 依次加入调料 如果是冰箱刚刚拿出来的黄油 可以用微波炉叮20秒 虽然空气炸锅是可以不需要放油的 但如果不是想要减肥 适当放一些油 会让食物更好吃哦 全部放入后搅拌均匀 让调料尽可能多的包裹在马铃薯表面 这时候就可以去预热空气炸锅了 将空气炸锅的温度调到390华氏度 预热三分钟 等锅子热了后 拿出炸锅的抽屉 倒进准备好的马铃薯 记得倒之前再稍微搅拌一下 虽然空气炸锅的抽屉有炸网 但汤汁尽量还是不要倒进去太多 会不好清洗 全部放进去后 把炸锅的抽屉放进去 将时间设置到18至20分钟 熟脚做好后将抽屉打开 锅子里这时候很烫 一定要小心 注意 将炸网轻轻取出后再装盘 做好的薯饺表皮非常香脆 里面是软软的绵密口感 由于调料都包裹在表面 一定要记得里外一起吃才会好吃哦 这时再开一瓶汽水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下午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薯饺 制作过程真的非常简单 也不需要站在火炉前等待 是一道可以随时想吃就有的小零食 那这一期就到这里啦 记得帮我点赞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